你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是20年的一个趋势变化 通常我真的都不喜欢呈现这个数字 数字在这边其实没有很大的意义 比较有意义是 你看这20年 这个死亡人口数是不是逐渐在增加 那相对的我们来去看一下 再往右 这个我们单独来去画 出生人口数20年的一个编年词 看一下插入数没有分析表确定 然后接下来年放在列这边 就是20年 再来出生人口数 然后接下来 就直接画图了 直接画这个图 这条图确定 可以吗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的少子画确实确实是事实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再推一些就是育额津贴的政策也确实有奏效 对吧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2011年这个时候有大幅的上升 2012年2013年14年15年16年对吧 然后慢慢又开始又在减少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这几年这几年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不对 这这边就应该要去找出来是因为有推行什么政策 政策 那个有谁可以发表一下吗 有没有民政策 或者是这这好像也是民政策的事 出生死亡嘛 我还记得民政策他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服务 就是保险 就是他会帮你去查询一下 就是说所有这个人所有的保险还有哪些 因为那个他会主动主动 好请你们来去画一下这张 真的跟出生跟死亡是不太一样的